塔克拉玛根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沙漠,它有着死亡之海的称号,那里的沙漠并不是以人类生存,但是前段时间,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片神秘的室外桃源,那里居然有人类生活痕迹,经过专家的走访调查后发现,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克里亚人。 这种人已经在沙漠中隐居几百年,多年来过着最原始的生活,这次绿洲的发现,其实也是一位瑞典探险家偶然间发现的,从那以后,这片室外桃源便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,当时这条新闻爆出来时轰动了全球,因为几百年来,克里亚人一直过着飘移不定的有居生活,后来当地政府也为他们建了村庄,能够容纳200多户人家居住,现在的克里亚人生活已经完全接近现代人,关于他们的祖先至今还是未解之谜, 真的很好奇,他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在沙漠中隐居呢?在历史记载中,没有找到他们的祖先的任何蛛丝马迹,有人猜测,他们是欧罗巴高加索人种,也有人说这是罗兰王国后裔,你们觉得呢? 好了,视频到最后,我们猜个脑筋机转弯吧,什么情况下,一伤可龙二虎呢?评论留言告诉我答案吧!